糖又多了 也烦恼 饭局应酬真不少 你问我到底想吃啥 还是家的味道 大哥 吃饭呢 请问是家的味道吗 是是是 炸豆 请坐 大哥 坐这儿宽敞 老公啊 麻菜单 大哥衣服给我 坐 那个大哥您过目 这什么玩意儿 菜单啊 到家吃饭 还看菜单 做啥吃啥呗 大哥实在人 老公 行 做啥吃啥 大哥你喝水啊 你这是从哪来的呀 从外地 刚看家的味道 我就进来了 来了 来来来 过啥吃啥 西红柿炒鸡蛋 太好了 炒油菜 这是您的面条 主食 这个小心 小火锅可烫 小心了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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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家的味道吗 是 这是饭店的味道 这都一个味儿吗 那你啥 热热去 这都是热的 再热热 大哥让你热 你就热 热热热 这叫什么事儿 热热热 大哥 不喝口味是不是 没有没有 我们颠饺 我知道 每个人吃饭吧 他都有 来了 这大哥爱吃回锅了 快 大哥热好了 您再尝尝 怎么样 再热热 再热热 让你热 你就热 那么多废话 好好好 再热热 这大哥没毛病吧 小弟开多长时间了 刚开不久 半年 老板娘 接服务员 那小伙老板 接大厨 省钱呢 是 来了 热两回了 油菜成了咸菜了 鸡蛋成了松花蛋了 这还能吃吗 这个 大哥 大哥您再尝尝吧 嗯 家的味道 老公 爱吃这口 他爱吃剩饭 就这么看着我 哦 你吃 我们不看了 不看不看 怎么能不看呢 看 看啥 那我们到底看还是不看呢 我到家了 吃饭 说话呀 说话呀 唠磕呀 唠啥磕呀 对家常理短的事吧 我就是咋了 明白了 老公啊 包纸 包纸上磕 走 大哥 你吃着 你吃着 我给你捞啊 我给你捞 那个 包纸 打牌 長蟲青 專制 撈蟲 鉤蟲 蟲 蟲 大哥吃飯呢 你說啥蟲 大哥 他不會說話 你吃 我給你堵 本市新建五百座生態廁所 坑位增配 男百分之三十 你百分之七十 大大解決了我是上廁所男的問題 太好了大哥 不是 你是你不知道呀 你平時上廁所太難了 還有別的新聞嗎 你快拉倒吧 你還不如我呢 你吃飯呢 說啥特色 大哥 大哥 別生氣 別生氣啊 你吃吧 吃那條就會脫了 你吃 你吃 蚯蚓的食療作用 這飯沒法吃了 不是大哥 你看我們也不知道撈啥呀 對呀 你說 家常里短的話不會說嗎 那你平常回家你說啥 你教我們 我們跟你學 就是 平常我一回家吧 我爸媽就問我 哎呀 你又瘦了 身體怎麼樣啊 工作忙不忙啊 多穿點 我知道 哎呀 你瘦了 我知道 身體怎麼樣啊 挺好的 工作忙不忙啊 不忙 多穿點 我知道 哎呀 我飯沒法吃了 不是 大哥 是你啊 別說話 別說話了 我想靜靜 你想誰 我想靜靜 她 叫靜靜 我不是想她 我想安靜 她姓安 安靜靜 別樂了你啊 咋了 我說這大哥一來就不是回事呢 怎麼回事 他為什麼想你啊 他是來找你的吧 你們來 你閉嘴 我還沒說你呢 你倒說上我了 我又怎麼了 你說你要收點別的本事 我們幹你別的不行嗎 我怎麼沒有本事啊 我在外面幹的挺好的 就是你 非讓我回家 非讓我回家 回家幹嘛啊 不就伺候你這一家老小嗎 又知道說我沒本事 我說話你現在敢頂嘴了 是不是啊 來 來碗飯 吃完了 家的味道 你不知道 我一回家 我爸媽就像你們這麼吵 吵的全是家常裡短的事兒 哎呦那個飯吃的香啊 接著吵 老公 這大哥呀 他喜歡聽我們吵架 你去盛飯去 回來咱接著吵 好好 那好什麼好啊 他就不是來吃飯的 他來找事的 你 我不伺候了我還 你幹啥家 買菜子 你 幹啥去了 買菜去了 哦 盛晚飯 好好好 哎呀 大哥 你說 咱沒得罪過你吧 啥意思 我們那個飯店吧 也剛開沒多久 如果呢 有什麼招待不周的 還請多單單 哦 你這啥意思 你們開飯店 我來吃飯 我有啥 我有啥 不可能 啥不可能 大輩子 你別誤會 我發現你長得像一個人 我是鬼呀 不是 你長得特別像我姥姥 你有那麼老嗎 你多大歲數 有六十 我也買菜子 跟你開玩笑的 我不騙你 你雖然年輕漂亮 但是你的眼神 你的狀態 特別像我姥姥 大哥你能不能不跟我開玩笑 我開啥玩笑 我說的都是真的 我發誓 行行行 我相信你啊 姥姥現在身體好吧 咋了 咋了 大哥 咋說得好好的哭上了呢 大哥你別哭 大哥 你看這屋裡就我們倆人 你說別人看見了 還以為我把你怎麼遞了呢 哎呀 大妹子 每逢佳節被私欽 老心 玩樂 我可以玩到這裡 你一家 我的男生 都會到妳 你不要讓我試著 往後 讓我來 拿歸 你 你 找她 我 大哥 不用,我自己来 你看,我演的也不像 太像了 我姥姥后来就得半身不随了 一喂我就撒我一身 一喂我就撒我一身 那后来呢 后来我姥儿病了以后 我就喂她了 可是没喂几天 我姥姥就 大哥咱们是说好不哭的嘛 要不这么点 我接着给你姥姥 你来喂姥姥两口 真的吗 谢谢 姥姥 过年了 吃香香 吃饭饭 住手 安静点了 我说你变个法把我支走的 原来你们俩有一腿 有一腿 有一腿 你成天是我有一腿 我哪那么多腿呀 我蜈蚣啊还是前串子 都要 你给我闭嘴 你给我闭嘴 我问你 为什么一进来就要吃剩菜剩饭 你是不是来找事的 你怎么跟客人说话呢 你什么态度啊 不过大哥你这顺饭顺菜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哎呀 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 这里面还有故事呢 没事 来坐下来 接着闭嘴 接着闭嘴 大兄弟 来 让你坐 我那时候不是打工吗 我媳妇特别好 每天下午五点钟 就把饭菜做好了 等着我回家 我也没回去啊 那个饭菜是热了凉 凉了热 热了凉了热 等我半夜回到家的时候 我老婆都趴在案板上睡着了 我吃着我老婆给我留的剩饭剩菜 哎呀 那个香 那才是家的味道 大兄弟 剩饭剩菜我吃习惯了 对不起啊 大哥 你啥也别说了 我全明白了 你跟嫂子现在好吗 现在好了 我当上了小老板了 老婆也跟我过上好日子了 但是 还没有以前的好玩呢 这不是过年也回不了家 你看看 又来看看 我这些合作伙伴 你说现在 我吃啥吃不了 让谁来陪 陪不了 但是没有假的味道 刚才我的司机带着我 路过 我一看家的味道 我就进来了 没想到还真吃着了 谢谢啊 对了 多少钱 那我算了啊 我问问我媳妇 媳妇 这个是老板 你看你那个样 你回家吃饭 你回家吃饭掏钱呢 大哥 收起来 哎呦 白忙活了 白忙活了 绝对不让你白忙活啊 兄弟 待会啊 我就让我的那些合作伙伴 一块到你家来 好好搓一顿 好好过个年 太好了 人太多 没准备 准备啥呀 吃的就是家的味道 对 家的味道 过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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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